黄医师必须要负担那个损害赔偿 以他的目前一个薪水三万块 然后他可以活到80岁 我必须要养他他到80岁 我好多的要养啊 我是动症专科医师 病人送到家户病房 我给你们病危通知单 那是正常的标准作业流程 万一病人死了 你不要问我说 那就是因为工作 不小心电击 触电 然后就死掉了 真的死掉了 心跳停止了 当救人来的时候 应该是当场有人会CPR 到急诊室 然后恢复心跳血压 竟然救起来 救起来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已经好了 一确好像蛮顺利的 能够把一个完全心跳停止死掉的 然后把他救回来 我觉得 好有成就感 没问题吧 然后大概过了 三个月以后 就到律师存证信 过来了 因为你们急救不当 害我弟弟肋骨断掉 还不用紧 那还不能完全恢复 以前的自我料理能力 所以黄医师必须要负担 那个损害赔偿 然后以他的目前一个薪水三万块 然后他可以活到八十岁 我必须要养他 他八十岁 什么 我好多人 我好多人要养啊 天啊 哎呦 反正直接上法院 就说我们不理啊 就说你们还要什么钱 我将来都不理了 燕芳告诉我也不理了 要不然不干啊 重症医师已经少之又少了 而且还是指导的重症医师的老师 更加少 对 就是我自己 就是差一点成为一个 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 有位四十几岁的男性 一来门诊二话不说就说 我有性功能障碍 我要开性功能障碍的诊断书 我想这个就怪了 我们这些老师都会提醒我们 这些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就拒绝开给他 请他套出来 对 没有 他是性功能障碍 试一下 试一下 然后结果呢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投书 他就告我们的社工说 为什么不开诊断书给他 他有来就诊 也有就诊记录 结果我就仔细地问社工 去问了之后 觉得他是一个信心的被告 他想要 借由这个方式 就说因为我没办法 我有就义证明啊 哇塞 要是我帮他开了这个诊断书 我就要去法庭证明他性功能障碍 我没